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耶稣给了你什么使命 你如何在生活中活出它 让今天9月22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成为基督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候 耶稣召集了那十二人来 赐给他们制服一切魔鬼 并治疗疾病的能力和权柄 派遣他们去宣讲天主的国 并治好病人 向他们说 你们在路上什么也不要带 也不要带棍杖 也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带食物 也不要带银钱 也不要带两件内衣 你们无论进了哪一家 就住在那里 直到从那里离去 人若不接待你们 你们要离开那城 扶去你们脚上的尘土 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 他们就出发 周游各乡村 宣传喜讯 到处治病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在今天的福音里 我们看到耶稣召集了十二门徒 派遣他们掀他而去 到各城去宣讲天国的福音 并给他们分享了自己驱魔 治疗疾病的权柄 换句话说 耶稣不只是要门徒跟随在他后面 相反的 他要他们成为另一个他 以他同样的权柄 把天国的福音传出去 让我们停留在这句话上 耶稣要我们成为另一个基督 另一个他 这是何等大的尊严和使命啊 因此 让我们认真想想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 我们要如何让身边的人 感受到基督真正的临在呢 有三个步骤能帮助我们 第一 我们要祈祷 在祈祷中 莫观耶稣的思言行为 让他的价值观 成为我们的价值观 改变我们原来有限的价值 第二 我们把我们祈祷中所领悟到的 分享出去 耶稣的话是有力量的 透过分享他的话 我们可以用言语 治愈别人 让他人从错误的思维中 被释放 你有积极和别人分享 耶稣在祈祷中 对你说的话吗 第三 我们要学习信靠天主 耶稣派遣门徒时 鼓励他们不要多带东西 而要学习信靠天主 同样的 我们在使命中 也要相信天主 会提供我们所需要的 如爱德 耐心 智慧 力量 信靠天主 也会帮助我们 放下许多自我膨胀 负面想法 责备的态度 等等的障碍 因此 让我们怀着信德 认出我们是如此有幸 成为耶稣的门徒 分享他的使命 在各自的岗位上 成为另一个基督 当他的最佳代言人 请品尝圣言 莫想你和十二门徒 一起被耶稣授权 派遣到你如今的生活环境中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尝试像一个人 分享你今天 在祈祷中所领悟的真理 并鼓励他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圣神 请帮助我积极地 活出耶稣给我的使命 并品尝到使命的喜乐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活出使命 成为另一个基督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助于